大笑有益 身心健康 根據外國醫學報導 好像他腦內會分身一種 什麼腦碼肥還是什麼 會讓你身心比較健康 所以你會活得比較長久 那如果讓你遇到 讓人尷尬的窘境 可能就笑不出來了 出門在外聚會時 有哪些尷尬會讓人 想要鑽地洞呢 來 比如說你腋下流汗 手腳汗狂流 又濕又濕 超尷尬 富嵩哥 我們常遇到的 汗常常會跟味道連結在一起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講到這個味道 以前人家說 其實就是腋下 腋下的味道比較重 其實他汗通常也會比較多 那最有名是在國外 以前拿破仁的情婦叫約瑟芬 約瑟芬其實也是 很有味道的一個人 那曾經有一次 在拿破仁寫給他信裡面 人家都說洗乾淨等我 拿破仁打腎上寫給約瑟芬是說 所以真的… 所以他喜歡他那個味道 但是我們講到味道 喜歡 喜歡 但是如果是自己覺得怪怪的呢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個個案 他來找我的時候其實就是 他覺得他 他到底不是腋下 他就說陳醫師 我覺得我下面真的味道很重 但我看起來乾乾淨淨的人 我說那你怎麼處理 我說我非常乾淨保持得很好 你知道我們腦袋就會想 會不會是 過度清潔導致的 腦袋你知道 我們每次病人講一句話 我們腦袋就一直在跳跳跳下一個話 就上去內診 真的其實都還好 然後外觀看也還好 他就一直覺得他有個味道 尤其他說 他覺得他這個味道 他只要一上捷運站 他覺得整個車廂的人都聞到 因為所有人都一直看他 這是生病了吧 因為他連續兩次回來 我有一些簡單的藥物給他 我說會不會是感染 也許剛好沒有治療到 治療還是沒有好 而且他之前已經治療很久 我後來有一次就 當然開玩笑跟他講 可是你看我內診 這麼靠你近 我都沒有聞到味道 你怎麼會聞到味道 可是他說他真的有聞到 要不然你聞看看 我怎麼聞給他看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影響他很大 後來我真的轉給身心科 那身心科去治療 也沒辦法得到很好的答案 但是一個差不多 隔半年一年以後又回來 我就問他說 那你現在味道有沒有好一點 因為這種味道 我要先講 味道有時候跟體液有關係 體液跟你的飲食有關係 所以你知道那個 為什麼歐美還有像是印度人 印度人吃的咖哩 對 其實它的 我們的這個餡 就是我們的汗餡 汗餡就是你分泌的東西 所以你飲食口味重就會重 所以我那時候有教他說 那你飲食稍微節制 然後他也愛吃麻辣火鍋 所以他後來說 他覺得少吃以後油比較好 可是其實還是沒什麼味道 這次來找我們是什麼 因為他覺得 分泌比較多 那外面會癢 他覺得他有長一些痘痘 我想我的結論就對了 一定是他飲食不好 然後分泌就多悶到 準備上去 看到他有農包的時候 要開始做外陰的 衛教演講的時候 一上去 也沒看到什麼農包 他就說 他就說其實他的毛囊 你看喔 你看毛囊很粗耶 我差一點拿放到進去看 也沒有 這個個案 我後來只能說 他對自己太在意了 因為他一直看 那以我們的立場來講 我覺得他其實沒什麼大問題 可是有另外一種 這個是一個私密處感染 他感染是怎樣呢 他 發炎以後外陰 因為他帶護墊 他會怕有味道不舒服 他帶護墊 帶久了外陰就會破皮 破皮以後就會 他會爛爛的 爛爛的就有組織液 其實他有味道 它這個個案 他在外面看非常久 大概看了快兩年 就一上那整台 這是真的滿似生香 整個房間手術房 都聞得到味道 他的確外陰就破皮 整個泡爛爛的 29歲而已 以前這種泡爛爛 我們是看到五十幾歲 年紀大的 他皮真的變爆了 他其實就反反覆覆 他變一個惡性循環 那當然他的問題 感染的藥怎麼樣吃都沒有用 我要提到的就是 我們現在治療觀念在改變 我們反而用一些雷射 讓它內膜 陰道的黏膜長健康一點點 加上一些細胞表皮 讓它快速的長好 因為現在有很多敷料 或者是注射類的東西 可以讓表皮長好 我的印象 他一兩次好非常多 他非常非常感謝 那這個觀念不是要推廣 一些新的治療技術 而是說我們醫療觀念 也在改變 我跟很多年輕醫師在講 其實病人很在意的 不一定是重病 只是光一個護墊 導致了這個味道 它真的一掀開 整個房間都是 所以他那時候 那一段時間 他根本 他都只好自己騎摩托車 可是你知道騎摩托車 越磨更厲害 所以幾乎都不會好 所以他那個大幅的改善 但是他花了治療 不便宜到兩三萬 才會改善 但一定覺得很划算 我覺得兩三萬 妳說了 這算女生還會這樣 遇到好的醫生 跟著上天 治療了兩年都治不大 賣不脫 賣不脫 但一路講的是對 因為我那時候就問他一件事 那妳覺得這個划不划算 他說非常划算 因為他之前光那樣疾病 他一年要看36次醫生 因為好一點又壞一點 好一點又壞一點 所以有時候需要好的治療觀念 醫生跟好好溝通 我覺得都是可以改變的 他就整個人就健康起來 之前有一對姐妹花 其實胡臭很特別 小孩子是不會有胡臭的 要到青春期以後 我們開始 那個荷爾蒙的一個 開始轉變的時候 這個我們的鼎江線 才會開始分泌 所以這一對姐妹花 他們陸續上大學之後 上來想要交一些異性朋友 但是發現說奇怪 怎麼男性朋友 就是後來就不再聯絡了 後來他們的好朋友跟他講說 你要不要考慮 你有一個那個 其實你們姐妹 都有那個胡臭的問題 那胡臭這個 剛剛真的說見仁見智 我們估計大概只有 百分之一的人喜歡這個味道 所以百分之九十九人 其實不喜歡的 沒有遇到拿破崙也不行 所以他們就決定說 有知道說 我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個模型 我們常常講大汗線 小汗線 直接開口在皮膚表面 就我們平常流汗 滿身大汗那個小汗線 那它就是所謂的 臭管生的味道 或是說你吃什麼玫瑰花 口香糖 你的汗水裡面會有玫瑰花 就是這個小汗線 白色的這個造成 那如果頂江線 它是在我們的毛囊裡面 在裡面 開口是在裡面的 所以它的味道 幾乎就是剛剛說的 腋下 胯下 這幾個地方 它的味道是什麼 大家有吃過那個 你去跟老闆 要那一包自然粉 還不要加到羊肉就聞 大概是那個味道 那個很重的那個味道 但是少量 少量 濃度很重 少量是好吃 好香的 可是當你一大包的時候 你會覺得想要吐 所以其實它濃度是有相關 所以這對姊妹花 他們就來諮詢說 畢生有沒有什麼 處理的好方法 其實現在那個 有關於糊臭的一個治療 我們有大概四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傳統的開發 這個傷口比較大 但是刮得最乾淨 第二個是旋轉刮刀 前陣子也還滿流行的 就進去把裡面那些 頂漿線刮乾淨 恢復其實都很快的 第三個是新的 大家都是要抽脂 超音波乳化素 抽脂也可以運用在腋下 因為這邊下面都是脂肪 對 就把那些頂漿線 把它乳化之後把它抽掉 這個傷口非常非常小 第四個就是比較特別 是肉滷感菌素的一個注射 它可以減少這個 汗水的一個分泌 這個他們就想要說 姐妹一起來 當然不是團報有優惠 就是想要用這個 超音波乳化素 但是會怕 會緊張 回家跟媽媽商量 然後媽媽才威威道來說 其實我也有 是我害你們的 又多一位了 三個人一起 對 所以媽媽就說 你們兩個不要怕 媽媽先試 媽媽先來開 開完了以後 然後整個流程出來都很好 恢復也很好 然後兩個姐妹花在一起來 最後三個人 我覺得最開心應該是爸爸 因為爸爸 所以我們要開來的機 去很久 爸爸從此再睡不著 早就沒味道了 對 所以是一個Happy Ending這樣 是 我們體質真的會變對不對 以前我記得我會流手 現在不會 對 這個也是會改變的 對 以前我們 還有我們常常訪問到別人 歌手你知道嗎 問問的一看地板怎麼會 以為他流眼淚 一看他也沒有流眼淚 我很不誇張 我不騙你很誇張 那麥克風整根濕的 然後沿著線滴出來的血 這很容易觸電耶 你猜 真的啊 有人流手 真的流成這樣 對 就歌手裡面唱歌的 一般那個無綽來講 它其實有兩個大的分類 一個是跟很多汗有關 有的人頂江腺只分泌一點點 可是因為它小汗腺 一直分泌很多汗 所以它味道就變很重 那有的人是它小汗腺 它並沒有分泌很多汗 可是它大汗 那個頂江腺的部分 分泌的味道很濃 我有一個女孩子 她高中剛剛是讀女校嘛 那就想說我要進大學生活了 那以前就知道自己有一個 青春期過後 就一個糊臭的這個狀況 所以很想在進大學之前去處理 那時候來我門診的時候 她進來的時候 就是遮遮掩掩 然後也噴得很濃的香水 然後問她她就說 她其實有去做過一個 內視性燒濁的手術 那因為她燒濁 一般我們燒濁 就是燒濁胸的 第二個交感神經界 那燒完之後 它的味道並沒有減少 而且比較慘的一點是 她又發生代償性的粗汗 她的大腿跟下背部 常常會很濕 更慘的是其中有三分之一 代償性粗汗是在嚼 她很不幸 她就是有 所以變成怎麼樣 變成說 她身上來的時候 除了有腋下的味道以外 她跟人家出去吃飯的地方 她不敢去 比如說有日式料理 需要多血 因為整個都悶悶濕濕的 又產生另外一個味道 那後來就是有幫她做一個 頂江線的這個去除的手術 可是很不幸的就是說 因為代償性粗汗 目前是無解的 你說手汗這邊 我們可以燒神經結 但是腰的部分 腳汗的部分 你要燒就只能燒腰的神經結 那燒腰神經結 會影響到你的身子的 跟泌尿的狀況 所以是不能燒的 所以它一輩子就變成 只能穿比較透氣的一個鞋子 目前腳汗 代償性粗汗是無解的 可是又更恐怖 是有些人是有手汗 然後他們割完了 就變成是到背和腳 那這樣不是更慘 沒有 看你自己選 你要轉移到哪裡 只是那個轉移的位置 不是你可以跳 不可以跳 就像抽獎一樣 因為那個開完九層都會敗場 獎醫師是 就是起碼不會在手上就對了 對 可是到腳的話 更慘 可以跟男友手牽手 他會往其他地方跑 他會轉移嗎 會轉移 如果少數的話 因為我朋友就是這樣 多汗跟狐臭是不一樣的 多汗的人他不見得有狐臭 但是狐臭的人他只要流汗 就會有味道出來 那他夏天是避免不了的 對 那我這邊分享的一個案例 是一個電子公司的高階主管 他其實也是多汗 但是多汗的位置 就在剛剛那個 汪廉小姐講的手 那他每一次要出國去 跟老外去接洽談生意 要談簽合約的時候 要跟人家過的手 他就在旁邊這樣抹 天啊 那就很尷尬 那抹完之後馬上又濕 那這個情況 他就來到我們門診說 副醫師 這個我們到底 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 他說這些網路資訊非常 我都已經Google過 什麼剛剛提到的 膠感神經阻斷術 這種會有代償性 他說他一個朋友 就是搞到後面最後 全身背後大腿都是流汗 那他不打算嘗試這個方式 那後來他也說 那止汗劑他也塗過 那我們說大概只有比較 能夠在手上用的 大概就是用 肉毒感菌 那肉毒感菌 大家都知道用注射的方式 一針一針打下去 那一個手掌打下來 可能二三十針 聽起來非常痛苦 但是事實上我們整形外科 因為有手外科的經驗 所以我們會在手部的地方 比如說正中神經 還有齒神經的地方 做一個神經的阻斷 打完麻藥之後 讓他的手已經完全 沒有知覺情況下 或近乎沒有知覺的情況下 來打這些肉毒感菌 增進去還是多難 增進去他會痛到不行 對 所以還是要用神經阻斷 這些古時候的功 真的是十大酷型 其實他酷型是因為沒錯 他肉毒打進去 他就不會流汗 打完之後 這個客戶他就說 我大概五天左右 到一個禮拜 效果就出來了 因為他現在都是每年 大概五月 六月回來 所以大概就是可以維持 Cover他一年的時間 那我們這邊接下來就分享一些 多汗的治療方式 多汗來講的話 目前來講我們的治療方式 從最簡單的治汗劑 就是塗一塗在上面 減少汗的分泌 但是其實嚴重的 根本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會再用其他的方式 比如說像剛剛提到的 交感神經阻斷 從以前從腋下 從背後的 去把交感神經阻斷之後 但是唯一的缺點就是會 第一個是要手術 第二個它可能會導致 所謂的代常性的多汗症 另外一個就是比較先進的 這種叫微波止汗 它主要是針對 在目前來講在腋下的部分 那藉由微波把能量 送到皮下 把這些小汗線 做一個處理之後 其實它汗的問題減少了 也許糊臭的味道 也跟著一起變改善 但是唯一的缺點就是說 它的單次的治療的 成功的根除率 並大概在五到八成之間 這個每個人的治療的 效果不太一樣 而且需要多次的治療 平均大概需要三個月一次 那花費也比較高一點點 那再來的話就是 肉毒感菌的注射 我們怎麼去檢測它到底 像我手上手紋不留 可是我如果常常去幻想說 我現在要高空彈跳了 或是我看到很高的時候 我手就開始流汗了 緊張就會流汗 有沒有這個經驗 我會啊 緊張就會 緊張加反神經就會興奮 我現在開始就有一點的感覺 但是怎麼測試 我們今天會做一個澱粉測試 那我們平常 以前大家都知道說 有一個科學實驗就是 澱粉加到一點酒 就會變成黑色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法 來測試我們流汗的範圍 譬如說手汗的部分 就是先這樣子刷上來 涼涼的 然後馬上就乾了 原來手汗可以測試耶 好有趣 我都不知道 你看這雙手多漂亮 好 我們等它 先稍微乾一下 待會兒我們再灑上這個澱粉 這樣測試的話 就變成你有沒有多汗 真的喔 沒有 其實 對 馬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這個很多時候在測試是 剛剛說打漏毒感菌嘛 那我們不是亂打一通 要看哪裡 譬如說汗線比較多 分泌比較多 那邊分泌的比較多 腋下 手 其實腳底也可以打 我有打過一個手掌跟腳掌的 那它就是測試說拿這個點密集 那我們那裡的這個密度要設計 有些地方根本沒有汗 現在就不用浪費弄毒了 這樣是代表什麼 這個現在是灑上去 然後待會兒把它稍微剝開 好酷喔 那多汗這會怎麼樣 多汗它就會變黑了 你待會兒流汗的時候就變黑了 好有趣喔 我們現在看 先把這個粉稍微刷掉 那待會兒流汗的地方呢 就會變黑了 這個要一點時間了 對 我是背非常容易流汗 手也是會有一些汗 我以前背的汗嚴重 大概有長汗斑 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是汗斑 因為我自己又看不到 然後是我家長 我媽媽發現說那是什麼東西 我說是不是我穿背心曬太陽 裡面沒有曬到 外面曬得不均 曬得不均 那個曬久也不會黑 汗斑 對 曬久了也不會黑 然後後來才知道 原來那是汗斑 然後後來有去皮膚科 有上藥 有擦 然後就是變得是我更注重我背部 就是只要夏天的話 我自己就會多帶一些衣服 跟直覺都會準備那個小毛巾 然後一定要擦 然後我曾經就是有過以前 就是我主持活動的時候 我站著 然後我們就是穿高跟鞋 站著穿洋裝 我就站的時候我就發現 因為這樣子來 你就發現 我的小腿上怎麼會有水 原來我是被自己背上的皮 那個汗滴到我的小腿上 然後下面都是水 我就覺得超尷尬的 尤其是以前我出外景的時候 我們的生意組更可憐 他們是乾了又濕濕 又乾衣服上 上面是會有 真的不誇張 又是信心下這邊 我有看過 真的 對 就是因為流太多汗了 然後我是覺得 每次到了晚上六點 我們要去拍餐廳 或者是要拍民宿的那些人 收房子他們好衰 因為我們一票進去 濕氣 然後我們一脫鞋子 然後因為鞋子悶了一天 一直踩上去 就是有那種濕氣的腳印 然後滿滿的屋子都是就 這個味道就真的很重 一個就算了 我們一票人耶 然後就是我真的覺得 很造成困擾 尤其是這種很容易流汗的 那我覺得我的手汗倒是還好 沒有到那麼多 可是比起一般人來講 比如說我老公牽我的手 說妳是 妳這算手容易流汗 然後我說 那妳以前的女朋友 手都不流汗 妳知道嗎 什麼叫濕濕的 所以妳現在臉是濕濕的 所以妳沒先過是濕濕的手 是不是 妳看我手 真的 真的耶 我剛剛有塗木炭嗎 這就表示有流汗 但是這個地方就有流汗了 對 因為我剛剛一直在想 我在高空檯 對 然後這邊都沒 現在想想 如果這不代表妳有多汗 只是代表說妳手的汗性 大部分都在那邊 狀況算是正常的啦 如果真的是手汗的 這整隻手都是黑色的 還好 我有流汗 是因為剛剛有靠幻想 如果這個方法沒辦法的話 我一定要看女生裸體 我就會流汗 現在人家難得到 如果剛剛我想說 這個沒辦法的話 就要麻煩死他了 那換個房子 所以提供這個方法 大家可以自己測試一下 天樂有一個30歲的男生 他就來急診 然後他主述是說肚子痛 然後我就去叫某某某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個年輕的男生 他看起來就是 痛到虛脫 然後就整個垮坐在椅子上 他摸著他的下腹 但是有一個更讓人注意的 就是他是穿卡其色的褲子 可是他大腿內側 是深卡其色 就是裡面感覺大的內側 都是濕的 我想說30歲又摸著下腹 是那麼年輕 就攝護腺有問題 還是尿濕淨嗎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叫他過來 我就說你怎麼 你什麼問題 然後他就說 他是肚子痛 吐拉肚子 他拉了20幾次 拉到倒汗很不舒服這樣子 我就說那你這個褲子是怎麼回事 他說沒有 那是我的汗這樣子 只留這邊 對 只留大腿的內側 像尿褲子一樣 像很尷尬 很尷尬 對 然後他那個他 我問他的時候 我每次提到這個時候 他的態度就是 好像他已經被問了幾百遍 幾千遍 他不想要在這個話題上面 因為他虛脫得很厲害 所以我就先給他打上點滴 然後給他治療他的 其實他就是急性腸胃炎而已 後來我就拿了一個褲子 到他的床邊 然後就去跟他聊天 然後看他症狀這樣 我就問他說 那所以我給你一個褲子 給你換啦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他其實原來是在20出頭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手術 還不是很先進的時候 他那時候開始喜歡女生嘛 想要交女朋友 但他一直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手汗很嚴重 他就是嚴重到 他如果這樣子 握在一起的時候 是可以滴的 像下雨這樣 真的好嚴重 對 然後他那時候 第一次去約一個 他很喜歡的女生出去 然後他也跟爸爸借車 結果那女生一直看他 因為他開車 他太緊張了 他那個方向盤上面 都是水的 對 後來一下車之後 他的手還是沒辦法停 可是那女生主動想去牽他的時候 他把他的手甩掉 女生就再也沒有來找他了 對 那後來他在認識其他的女生 有一些女生是因為 嫌棄他的手汗 所以他就決定去手術 那時候他可以做的選擇 就是神經 就是那個膠感神經阻斷術這樣子 那時候也有跟他講 說他可能會跑到別的地方 但是大部分的人 跑的地方都還OK 對 結果很不幸 他就是跑到 大腿那一側 對 所以他就造成了那個狀況 然後我就 然後他就說 沒有關係 反正我已經習慣了 真的穿深色的褲子 黑色 對 所以我就說 弟弟你其實可以做一些調整 而且你沒有那麼糟 你其實外觀也滿帥的 沒有那麼糟 然後而且現在有很多的方法 是可以做局部的治療 去處理他現在這個問題 剛才在講那些多汗症 其實大家常常聽到說 為什麼多汗症 常常在手跟腳 因為我們人體的小汗 現在百分之七十 就分佈在這兩個地方 所以多汗大部分就在這兩個地方 剛才一直在講那個 膠感神經阻斷術 想說為什麼一直講膠感神經 因為汗線就是膠感神經控制的 你膠感神經一分泌 它就會一直流汗 所以一般就會做這個手術 我在十幾年前 幾乎是主流 但是現在就是被 他們現在發展了很多一些 其他的東西 以前那個東西真的 其實我們不是很建議病人做 都是 如果你比如說你十二歲 十三歲 我們都是拒絕的 因為會有一定的病發症 所以我們都是要求你成年之後 才同意健保爵士這樣規定 要成年才可以做這個手術 像一般人家手腕症 因為其實像我們之前就有個 那個國中生 他國中生就想要來動手術 是因為他沒辦法寫字 因為一寫字他就 一直流水 一直流水 他去考試他就有困難 整個那個考試券都是 是都暈呆了 都是他暈呆了 對 可是那時候他就很年輕 他還是小 所以我們也不建議他動手術 那怎麼辦 就只能叫他噴止汗劑 他那時候止汗劑噴了兩下 他又說本來沒用 又來找我們神經外科醫師 就是想要開到 後來是因為止汗劑 大家要知道 如果你要噴止汗劑 其實是有 大部分還是會有一些用 只要量不要太多 只是你止汗劑 因為你知道止汗劑的原理 你噴進去的時候 是要把小暗線堵住 所以那個藥效要發作 要六七個小時 不是你要出門前才噴 是要六七個小時 要六七個小時 不是噴完馬上沒有 這動作是要六七個小時 難怪我們是出外景的 人家說這是日本來的 對啊 你太晚了 你要早點噴 你昨天睡覺前 就應該噴一噴了 睡下去就噴了 這麼久 大概六個小時 七個小時 那個止汗劑的效果 才會比較好一點點 市面上賣的止汗劑 都是要這樣 大部分都是這樣 如果是含鋁鹽的 那種大部分都是這個樣子 而且要在乾的時候噴 可以維持二 四小時 可是根本一開始都還是有汗 沒有啦 一開始 一開始都還是會有 對啊 對 我們一直講說多汗 其實不是每個多汗 都一定是美交感神絮 有些人他就是天生多汗 或者是有一些毛病 然後不是說 而且有一些是內科的毛病 會引起的 因為之前我們就有個高中生 他被他媽媽帶來看我的門診 就穿著那個布鞋 然後襪子穿得很厚 就走進來 我就說你弟弟什麼問題 他說那個要看腳 媽媽就說他要看腳 我就說奇怪 你要看腳 鞋子又不脫掉 我怎麼看得到 我說他請你把鞋子脫掉 你的腳怎麼了 他說醫生 因為我平常在看門診 是不戴口罩 因為你知道嗎 那個因為我們在門診 不是 門診要講話 你在那邊講話的時候 你會覺得 一直隔著口罩講話很悶 像醫師說我們沒有那麼禮貌 轉身一過來 兩個棉花瓣 沒有 不過他一講的時候 我還是把狗狗帶上去 因為我覺得他就會這樣 假定的原因 要防備 會怕會 對 他就說他兒子的腳有點臭 結果就脫下來 我就發現那個 因為他還是很臭 就酸酸酸酸酸的會咬 對 然後那個腳就這樣紅紅的 我就說你怎麼會弄成這樣子 他說沒有 他兒子前一天 他泡完泡之後 可能腳裡面有傷口有沒有 就有點感染這樣子 他是因為感染才來看我的 我就說你沒事幹嘛讓他去 這是什麼老方法 對 為什麼要用處去泡腳 他說他兒子腳很臭 他平常是上課的時候 他會帶三到四雙的襪子去換 因為他大概兩堂課 就要換一次那個襪子 而且都是那些除臭襪子 專門在用的 我說這很久了 他說沒有 這一兩年才開始 他的腳汗都比較多 不過剛開始除臭襪都還OK 結果這幾個月變得特別臭 變得特別臭 他剛開始以為是香港腳 然後就說他又買一些 香港腳要給他來抹 但是抹都抹不好 後來他是在網路上搜尋 說什麼人家說什麼泡醋可以去除腳臭 他就跑去泡那麼醋 對 泡就變成這樣 然後他就找我 泡我就說不對 因為那個你知道嗎 那個香港腳 一般你們香港腳要哪 找他那個腳兩個腳 腳縫動腳 會比較潮溼 他不是 他都在腳掌 而且都一點一點白白的 我說你這個可能是 凹中筋腳跌溶解症 我等一下幫你轉去那個皮膚科 而且如果真的是這個毛病 它其實是一種細菌感染 它不是黎菌感染 所以你擦香港藥 當然不一定會有效 你知道我們的汗水裡面 有很多蛋白質 如果又卡到這些細菌有沒有 就會被分解產生 像硫化物的東西 就跟你放屁一樣臭 就會很臭 所以它是後來 是因為細菌感染配合上多汗 它才會這麼臭 後來我跟他講說 他媽媽問我說 他這個多汗就無解了 我說如果是體質的話 可能就無解 但是有一些毛病 可能可以去處理 我就幫他抽個血 結果他兩個毛病 通通都解決了 他腳也不抽 他也沒有腳也沒有多汗 原來他兒子有輕助的那個 那個也會造成手藥 跟腳汗增加的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後來我們就幫他控制 那個腳臭腺的功能 又把他轉去皮膚科 治療他的凹肩 你腳的重點症 他從此之後也沒有腳 也沒有很多汗 你也都沒有腳臭 所以不是說你腳臭 就一定無解 或一定什麼樣子 你要去找找看 有沒有一些內科的毛病 止汗劑可以一直常噴嗎 其實人家在講 之前有人在講說 噴止汗劑會造成乳癌 他們說會堵塞這邊的零差 那不是做不好嗎 其實真的是無極的 現在止汗劑還不錯 他們做得都還滿清爽的 因為止汗劑很早就有了 因為我們常常出外景 人家說日文帶回來說 噴得很累 有噴的 塗的 不然你每次一舉手 那個T恤就是兩塊 對 可是後來我們噴都沒消 原來他講六個小時 對啊 六個小時 而且剛剛醫師有講 要乾的時候噴 今天學到了 六個小時沒用了 乾的 對 但人有三期不能忍 最痛苦的就是內期 最近網路有瘋傳一個影片 就是說一個女生進電梯之後 憋不住尿 只有在電梯脫了褲子尿 結果剛好有男生進去 很尷尬 很尷尬的問題 來 我們看看 崩潰內期忍不住 突然外露超丟臉的 漏尿這件事情 女生發生率的確比男生高 因為女生的尿道比較短 男生比較長 其實有生產過 的確比沒有生產的人 她的以後漏尿的機會是高的 自然生產一次 比沒有生產過的人 大概漏尿的機會 增加兩到三倍 你可能覺得 那婆婆生產就好了 媽媽媽 婆婆生產還是比 沒有生過的人多兩倍 因為你要想 她整個懷孕期 她其實肚子還是大大撐的 她只是沒有經過漏尿道 那第二個數字就是 那如果 連生兩胎呢 連生兩胎的自然生產 它以後漏尿的機會 的確會比沒有生過的人 多六到八倍 六倍 其實我講多六倍 其實它的風險值 還是很多是會好 有些人產後會有漏尿 但是在觀察六個月以後 80%它通常會恢復 更年期還有年紀見增 就會有影響 所以在更年期也會 更年期在荷爾蒙 突然的減少之下 其實它是會產生的 這邊有一個個案 它其實是 大概50歲上下 其實他找我們是什麼原因 它是因為 漏尿 可是這個人 他嫁給一個老外的外交官 他們生活過得很愜意 身材保持得很好 然後也很喜歡體能運動 然後她就說 陳醫師 不是沒生過比較 不會漏尿嗎 我就是為了怕以後老化 我故意不生孩子 為了這樣不生 而且他又運動 對 其實你的體態保持得非常好 然後就說 那你就錯了 這個數字告訴大家 其實年紀健身也會遇到 於是他用很多方法 你知道人都是像會 尤其這種自己有在 執行力很強的 他包含體重飲食 全部都會做 還是沒有改善 那來找我們是因為 我們有一些方法 我先講一下在漏尿的部分 更年期的漏尿 第一個方法還是 如果需要 是一個好的荷爾蒙補充 可是他因為嫁給外國人 外國人對荷爾蒙補充 有他的想法在 那時候比我們還堅持 他大概荷爾蒙死都不碰 那後來我們用雷射 但我先說明一下 因為雷射在前 上個月有一些新聞出來 在美國FDA有建議 在雷射的使用在 私密處的警食或者漏尿 其實要謹慎的考量 其實還是要小心 因為還要面對適應症 要對的人用才行 第二個機型也要討 確認是好的機型 而不是說搭亂用 因為目前推廣太誇張了 有些真是做爽的 但是我們協助非常多 我們這三年代協助 最少200多個女性 其實有很好的恢復 他也是用雷射治療以後 其實好非常多 他就一直跟我講說 他為什麼沒有 大家都推廣這個東西 其實我必須要講 漏尿這個情形是很困擾的 他的情形光一個運動 他滴幾滴 因為他跟我分享幾個事情 他說有一次他在過馬路 想要搶一下下 一搶突然就漏出來 一擊就 他是漏出來 但是他自己知道漏 沒有很多滴 可是他就覺得很丟臉 第二個事情 因為他很多運動 他最近有想去做那個 瑜伽跟那個韻律教室 他這樣跳 就跳到兩三下 突然就會漏幾滴 他就很害怕 就做完第一次的治療以後 我就問他說有沒有比較好 他說有 陳醫師 其實真的好很多 可是我跟你說 我跳第九下還是漏 我就跟他說 因為有些改善需要一點點時間 所以其實我要講的就是 光你們想到一個疾病 有時候會與約定俗成的 一個概念 比如說漏尿 你就覺得一定跟生孩子 懷孕有關 其實他還是跟年齡健身 還有保養 還有甚至荷爾蒙不夠 其實也有相關性 其實做好好的保養一定是 雖然我跟他講 那反正都不保養嘛 老的都會 沒有 就跟 你以後的成就還是會比較好一點 是啊 就是說你一定要有運動 一定有改善的 他雖然不能完全的 但是一定有運動 比沒運動好 所以他如果沒運動 搞不好他更慘 更少就會有了 我覺得關於外露 我有個很慘痛 今天我覺得女生 不僅就是可能年紀大 會有漏尿問題 年輕的時候 就是會有個東西很尷尬 因為我有一次 就是去朋友家打麻將 那你知道打麻將 突然打到 有一張牌 我要槓 然後在我一激動的時候 你知道剛好那時候 我是生理期 我就突然有的感覺 熱熱的 跑出來 然後我剛下 上完那個牌 我的臉就僵在那邊 但沒有人知道我怎麼了 然後一摸又... 又槓塞又摸到紅棕 有 有那種感覺 又紅的 還在聽到紅棕嗎 然後我就整個在牌桌上 突然就像稻草人這樣僵在那邊 結果就覺得完蛋了 雙腿之間好像熱熱的 重點是那時候 我就是還在裝正定的繼續打 你是因為坐起來 讓屁股都不敢起來 是不是 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還裝正定 繼續打的時候 看一下朋友的椅子 是白色的 然後我還穿一個裙子 真的太尷尬了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就沒辦法 然後我就 可能就稍微再起來一點的時候 朋友就過來就說 你那個露出來了 因為已經露到那個 白色的 就是流下來 流下來了 它椅子是布的嗎 對 它椅子是那種皮革布的 然後那個血已經流過來了 所以真的好尷尬喔 然後我朋友就說 你要不要趕快去換個衣服 我借你一件裙子 然後他就借我一件裙子 我就去換 然後所有排桌 就等了我半個小時 對啊 我後來就是陰影太深 所以現在就是 你真的很難抓這個女生 突然來的那個感覺 好可怕喔 應該滿多有這個經驗的 有 但沒你那麼嚴重 又是白色的 對 真的很慘 這個大家都會體驗 因為這是生理期 對啊 我們常常在外景遊戲也是在 泡到水裡面 怎麼突然 剛剛誰玩遊戲玩得太雞 流出來嗎 對啊 我們還泡到水裡面 我也分享一個 我之前一個朋友 也是一個滿 滿尷尬的狀況 他也是女生 不過不是生理期 就是他之前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約會去吃下午茶 然後就是一個平日的下午 所以其實下午茶店還滿空曠的 我們就安靜的在那邊 吃我們的蛋糕 但吃著吃著 我就一直覺得有就是一股 一直飄過 對 就是蛋糕名 就是還滿好吃的 怎麼會有食味 然後一開始我這樣 想說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味道 然後我朋友也在那邊看 好像奇怪 到底是什麼味道 然後我就繼續吃 可是那個味道就是一直不散去 一直不散去 然後搞得我後來嘴巴都很乾 因為我就一直用嘴巴呼吸 吃到一半的時候 就終於聽到了一個很大聲的 加上冷氣 有時候一吹那很滯流 對 這個通風又不太好 我突然一聲就是那種 屁帶水的那種 我好像濕 全都在濕地 對 然後其實我之前就一直在懷疑 是我那個朋友了 因為我們那一桌都沒有 就是旁邊其實都沒有人 然後我就終於忍不住 我跟他說 你腸胃好像不太好 對 然後因為他就一直在熟 他的肚子 然後他也就很尷尬說 對啊 其實我就是覺得不太舒服 我說是這個蛋糕有問題嗎 還是怎麼樣 就不是啦 不是啦 其實他以前一直都有 就是很像腸道筋的症狀 就是說一緊張的時候 他就會很想要去上廁所 可是他可能這一幾年 就是去國外 然後工作的壓力又更大 他又覺得更嚴重 我就說你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去做一下大腸鏡 有時候可能是一些嚴重的疾病 他說他做啦 其實都正常 所以他真的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說有時候他在外面 就是去找客戶 他真的會怕沒有地方上廁所 他都要電那個就是夜用型的 就是四十幾公分的那種衛生 甚至有時候他要買到那個產入電 對 因為他就是很怕 他如果就是有時候一緊張壓力大 然後找不到廁所的時候 會整個就是剉出來這樣 對 因為他不管是放屁或是脹氣 然後甚至嚴重到會就是化水這樣子 都就是都還滿糟糕的這樣 對 然後我就聽了也覺得 滿同情他的 不知道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不過我後來就是有跟他分享一下 就是說像這種腸胃症狀 而且你又有腸躁症 最近幾年就是比較有在講一個 叫做膚質不耐 就是說它其實是麵粉裡面的一種成分 對 麵粉裡面的成分 麵粉其實幾乎大家常常都會吃到 對 我就說其實很多人可能 腸道症有時候變嚴重 甚至變成腸肉這種比較嚴重的問題的時候 可能跟腹氣有關 你要不要試試看 就是少吃一點這種東西 那我也只是隨口建議 那我不會想到後來半年後 他真的有在聯絡我 他說他後來回去美國之後 他真的就把我的話 他就是想說死馬當活馬醫 就是也找不到別的辦法 他就真的就是像 他竟然會不吃 就去亞洲市場買就是米飯 反正亞洲人吃米飯還算習慣 他真的那個就是常常會 脹氣然後放臭皮的症狀 幾乎改善非常多 那當然上廁所這個有時候緊張 還是會有感覺啦 可是不會像以前那樣就是那種 那麼緊張的感覺 對啊 所以他就覺得 就是還蠻感謝我的 有跟他講到這個部分這樣 而且屁不會再那麼臭了對不對 對啊 對啊 一般都是吃很多肉啊 對 所以他可能真的是 對那個膚質有一些不耐的這種體質 對 是 腸造症那個東西 已經有時候會被一般的民眾會誤用 因為腸造症對我們來講 就是一個垃圾桶 就是你查不出來一個什麼大的原因 你又符合那個症狀 我們就會把你丟到腸造症 可是很多的病 其實都會造成類似腸造症的症狀 但是不要把說你每次吃東西 就拉肚子 你就認為一定是腸造症 其實有時候吃完東西肚子痛 你就覺得一定是腸造症 不是這樣子 有時候 而且腸造症對我們來講 我們醫學上的定義就是 你吃東西完之後你可能是便秘 有的人是便秘 還有的人是拉肚子 只是說通常是在吃完東西之後 會伴隨肌肉的肚子痛 然後可能接下來就是拉肚子 或是便秘 都有可能 我們這邊就有個男生 他就是這樣子 他30幾歲 他晚上到我們醫院的急診室 被他女朋友用踹來的 就是硬扯著他來 他躺到病棟上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我手急診 我就問他說你怎麼了 因為我看他男的就不是很甘願 要來看急診的樣子 他就說 他女朋友就說 醫生你幫他檢查一下他的肚子 他這兩天 而且一直說肚子痛 有問題 那男人就說 沒有 我腸造症 我這個很久了 我又不是第一次這個樣子了 就好了 這次這兩天真的是比較嚴重 他女朋友就說你癲癲 你昨天跟我去看電影 喜劇 啪啪 啪就拉住了 他們電影只看到三分之一 他都忍不住就一直拉 他電影只看到三分之一 他男朋友就跟他男朋友出去 結果就出去 因為要回家換衣服了 他說 結果今天又一直拉 他就受不了 他女朋友又受不了 硬把他扯到我們急診室 那之後我就壓他肚子 其實真的滿痛的 可是我那稍微用力壓一點 因為我要看到 到底有沒有腹膜炎 結果一壓他就啪一聲 他就躺在那急診室的床上 又拉了一拉一堆出來 然後其實那味道真的是 就很尷尬 我跟護士小姐站在那邊 他就要拉肚子 然後護士小姐就很專業 就拿來醫治 那個病人服拿出來給他說 先生你就願意去裡面換一下 就把他衣服都通通換進來 我就說你不大對 真的有點誇張 而且那時候來我們醫院的時候 還微微的在發燒 我就說你不大對 你還是先出院好了 我們把收入院之後 我就安排了一個大腸鏡給他做 就一做 就他是 那他根本不是單純那個 其實他就是一個 大腸裡面有很多的 那個在發炎的東西 那個東西造成他肚子痛 造成他一直拉肚子 這種東西很危險你知道嗎 如果你一直把它當作腸臟症 你都沒有去治療的話 他反反復復這樣發作 你可能他現在三十幾歲 他可能四十歲 被大腸來 我說的是我老公也是 他長拉肚子 對 這樣會大腸來 會因為那個是 潰瘍性的大腸發炎 你想想看嘛 一個東西一發炎 然後又等他自己好 三不五十一直在發炎 你沒有控制他 反反復復的發炎 之後可能就會轉成大腸癌症 所以他說不是每一個 你吃完飯然後怎麼樣 你常常在拉肚子痛 就一定是腸臟症 最好還是來我們門診 去做個大腸進檢 確定你沒有大腸問題 才用腸臟症來治療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 就是皮膚 保養 你有沒有看到 所有百貨公司 一樓的店租最貴 為什麼都是賣保養品 化妝品 他沒有賣別的對不對 表示最賺錢的 門面最重要 賺你們女生的錢 真的 大陸平均每一個月 一個人跟進去 一個人要花80歐元 一年等於花900 960塊1000塊的歐元 一個人 化妝品 我朋友跟我說 他們之前香港有個店面 一直租不出去 因為好像是有50萬一個月港幣 然後後面 後來終於租出去的就是化妝品 對 一定是賣化妝品 對